我有很多 我就anks日本人 子女和胶DIO responses 男人 Możning 你欺负ете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猫 我老公现在带着孩子 离家出走了 今天一天都没在家 今天12点多我睡醒来的时候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然后我也没给她打电话 到下午3点多的时候 我看这咋还没回来呢 我想她俩也得吃饭了 给她打个电话 她说现在她俩要离家出走 我说你在哪呢离家出走 在我婆婆家呢 不回来了以后都不回家了 我说你回来我以后就不唠叨你了 然后她说那我等会就回去了 现在已经快晚上8点了 现在还没回来呢 我刚又打了个电话 她说你是真心实意的 以后不唠叨了 是不是叫我回去呢 我说是是是你赶紧回来 孩子是睡着了 然后她在我婆婆家多待了一会儿 我真的就想不通了 那一般要是两口子打仗的时候 那不是女的带着孩子走了吗 回娘家呢 我老公这刚好相反 她自己把孩子带到我婆婆家去了 我婆婆应该也不知道 我说要是知道的话 肯定也不能让她多待 这现在她整的 她好像是一个瘦气的小媳妇一样的 就因为我昨天晚上多唠叨了几句 我就说她一直在网上买那些东西 那不行 裤子还有鞋呀啥的 上次视频大家也看到了 她的那个 她买的那个鞋 就完全已经把脚给磨破了 而且那个标就做的特别假 我真的是觉得那是假货 那个鞋不行 她又在网上看呢 在网上买裤子 一条60块钱 她一次买五条 我说我再扣再省 我也不可能说是买那么便宜的裤子 那裤子她就是现在这个天气啊 穿上以后我都觉得会起静电的那一种 她就是不听 就必须得买那个裤子 然后我就把她说了几句 今天早上起来估计也就生气了 把孩子一带就走了 一直看我视频的朋友应该也知道 我是那种比较省的人 但是我是觉得啊 女人穿的衣服吧 就像我经常要去工作呀什么的 我就随便买一买 就买一些款式比较漂亮的 或者说是穿着比较宽松的 面料比较舒服的 比如夏天就买一些比较凉快的那种裤子呀什么 那种也是60块钱一多一条 我真是觉得那些就只限于女人 要是男人说是买那种衣服穿 那种鞋子穿的话 我真的是觉得不合适 因为他每天要在外面去 然后穿的那些一裤子 我的天 那筋垫打得大成啥样的 就感觉吸到腿上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一个男人吧 要穿那种裤子出去 或者说穿的就是感觉不太好 不太高端 不太上档次那种的话 一个男的要是说是穿着邋里邋遢的出去了 没有人会觉得这个男的有问题 而是觉得这个家里有一个不爱收拾邋里邋遢的媳妇 反正昨天晚上我就是多唠叨了几句 然后就看电视了 看电视的时候我也没发现他的异常 今天早上可能他昨天晚上自己越想越生气吧 今天早上一大早就走了 看看这个大好的周末就这么过去了 但说实话我今天算是真的睡好了 12点醒来以后一个人都没有 一般周末的早上 然后他起来以后在外面会看孩子 孩子也会尖叫 然后跟他玩一下什么 声音比较大一些 今天早上真的就是鸦雀无声的 我真的是觉得我要是不给他打电话的话 他真有可能就不回来了 还好我给他打了个电话 这一次就不算是吵架 就算是人家生命气了 回娘家了 带着孩子回娘家了 这是我做的排骨汤 回来以后人说人不吃 我就给小荷林盛了一点 剥了个橙子 让小荷林吃一些 小荷林吃了多好的 习惯稀呢 反正就是边玩边吃 给大家看一个有意思的 这真的是基因简直太强了 看这跟我们新安人吃那个 泡馍的时候 先掰馍 是一样的步骤呀 这首饰 这小首饰 整多好 虽然他长得像他爸 你看这一下就特别想我了 刚回来可生气了 我刚才给小荷林说 看见陌生人就不要打招呼 意思就是看见我 我就是陌生人 然后我给小荷林坐了点吃的 我问他我您吃不 他说他不吃饭 然后小荷林吃完以后 我公公也打电话 说是问他吃饭了没 他说他吃过了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在我婆婆家 没吃饭 看着昨天晚上在这睡的 然后把被子都给自己拿出来了 今天晚上可能还准备在这睡呢 刚才就是只把肉煮好了 他说不吃 直接把火关了 我现在弄了点调料 里面有泡菜 还有土豆 这就和外面吃的土豆鸡骨汤是一样的 昨天晚上我跟人家喝了饭就没吃 然后反正一晚上就比较尴尬一些 因为孩子吧 他睡觉的时候必须得我俩都在跟前 所以说是他还进来睡觉了 有个孩子就是好夫妻吵架的时候 你没办法也得说话 就因为孩子 然后今天早上醒来 说是那咱俩去吃火锅呀 然后我都没敢打半子 我说那行走 现在就走 刚来的路上 一路上反正就是 有一搭没一搭的说 我也把他那个原因大概问了一下 他说是主要不是因为我唠叨 是因为那个 他想让我休息一下 从基督导回来以后 就没休息过嘛 但是我认为他是离家出走了 所以说吧 这个人跟人的境界还是差太多 但是生气吧 肯定是有点生气 所以昨天气的 我昨天饭也没吃 我爸 지금 기분 좀 풀러지 基本 풀라고 他帮我送给你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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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现在 离家退出 没有 那天 离家退出 离家退出 不是 所以 都是因为我唠叨,是想让我多休息 然后我起来以后,我以为他是嫌我唠叨 然后我觉得他可能是生气了走了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就显得语气比较生硬一些 就问孩子在哪呢,这样就伤害到他 他觉得我不应该问孩子在哪呢 感觉他好像是管卖饭一样的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事情 我打电话打迟了 所以他晚上回来他不吃饭了 今天早上,昨天晚上睡着一觉起来 这就好了 但是早上还请我来吃个火锅